1998年世界杯上,来自巴尔战半岛的一支生力军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个刚刚独立还不到十年的国家还是第一次站上了世界杯的舞台,却差点笑到了最后,白色或蓝色球衣加上红色格子的搭配,为那个法兰西之下点缀出一道最独特的风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二兄弟国溃败,克罗地亚被并入了南斯拉夫的阵营中,虽然因而战而短暂恢复独立,但随即便再次失去主权,真正的独立等到了1991年,克罗地亚人民为了独立持续了五年的战争,战争中顽强抵抗的精神也深入后来的足球,他们此后对于足球的热爱与渴望,就像当年为了争取民族自由那般强烈温暖的地中海海风吹过这片战争起里过的土地, 却没有吹散他们对于足球的热情,亚德里亚海对面的意大利,那里的足球是他们渴望的目标,源于巴尔干半岛的足球梦,丝毫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他们也顺理成章地登上了欧洲杯的舞台,阿强的战绩是对这只从战火中走出的球队最初的褒奖,而他们的梦想又何止于此呢? 1998年的克罗地亚,阵中最大牌的球星飞黄马前锋达沃苏克莫属,他精湛的左脚技术让人拍案叫绝,媒体更是形容他的左脚可以拉小提琴,而作为克罗地亚的当家射手,他也屡次用关键的进球带领着球队前进,克罗地亚分在一个较为有力的小组,除了强大的阿根廷外,亚马加与第一次参赛的日本均不是克罗地亚的对手, 最终他们也顺利小组第二出现,面对罗马尼亚,苏克两次主罚点球才终于征服科克的台盘,顺利挺进八强,四分之一决赛,面对两年前在欧洲杯上战胜过自己的德国队,很多人认为克罗地亚的黑马袭击就此到头了,战争中都不曾低头的他们,怎么会如此轻易缴械,又怎么配得上最大黑马的称号? 在达沃苏克的带领下,克罗地亚三比零将老卖的德国队横扫出局,晋级四强,也创造了历史,半决赛面对东道主,如果不是图拉姆的神兵天将,进入决赛的球队还不好说,而在三四名争夺战中,苏克打入了个人本届比赛中的第六球,如愿摘得金靴,这也是对这位努力的射手最好的褒奖,如果你在1998年世界杯前跟别人说,克罗地亚会打入四强,那么他们肯定会觉得 你疯了,诚然那只克罗地亚队阵中有不少的顶级球星,来自AC米兰的伯班是他们的队长,西米提坐镇后防,还有现在西汉姆连的摇滚主帅比利奇,加上黄马的主力前锋苏克,这样的阵容并不差,但大赛经验的缺乏是人们并不看好他们的原因,不过顽强的他们最终在法兰西的舞台上奏响了克罗地亚狂想许,回首1998年的那只经验的克罗地亚,如今也接近20年,自那以后, 以后的克罗地亚尽管人才辈出,却始终再也无法复制,哪怕是接近曾经的荣誉,以莫德里奇,垃圾地奇,漫中基奇为首的一批球星也已经不再年轻,近几届大赛也总是差之毫厘,明年的世界杯或许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希望再次在世界杯上奏响克罗地亚狂想取的他们,也许并不被人看好,可这不是和20年前一样吗?至于结果,谁知道呢?